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来到这里真的让人家觉得心情非常地放松 而且空气好清新 不过说回来 设计师不是跟我约这个时间呢 人咧 设计师 我们要来去找设计师啊 要跟着来啊 设计师 人咧 怎么都没有看到人啊 有没有人 那里好像有两个阿贝 来 去问看看好了 阿贝 我不是阿贝 我不是阿贝 家伟 你怎么在这里 我来帮阿贝的忙 是喔 对 这一块地是阿贝 他退休之后 然后他专门来宜蘭 看到这边的好山好水 有好风景那种感觉 所以他就是来这边买了一块建地 然后再来自地自建 那正好后面的有整个区块来讲的话 我觉得这个感觉非常地宽阔 而且变方舒服 所以我就帮他规划了一些像庭园的设计 还有这边像这种开心农场的一个小空间 让阿贝 好幸福喔 对 让他可以在这个一个空间里面呢 平常他还可以在这边种一些辣椒啊 或者其他相关一些菜在这边使用 完全把这个网路上的开心农场 变为真实生活的开心农场 对 宜蘭 这位就是我们的阿贝 哦 阿贝 你好 来来 宜蘭 你好 好 那阿贝 那你先忙 我先帮宜蘭进去我们房子里面参观 你来带带 来带带 谢谢 谢谢 好 来宜蘭 这边请 好 总吃了来乘家找带带 刚才去一个家做休闲 乘家嘛 在这边挖山旁边 旁边都一些稻田 现在一天早上站着看一批都一片片片 当然看到就是 那些心情当然就不一样 这种心情 这种感觉是台湾 绝对没得到去感受的了 一进门到玄关这个位置 其实我觉得眼前这片墙其实就很抢眼 它是大理石的夏目素石 这个空间就是我房屋主规划的二代载概念 它的风格就是融合到老人家跟年轻人的一些想法 跟它的一些思维 我会考虑到这块食材的感觉是因为 第一个玄关来讲的话 我考虑到它的风水 所以运用了一个屏风的概念 但是我在屏风的上面的部分 我又算是一个镂空 包括这个切斜角的部分 我希望让这个屏风不会产生太大的一个压迫性 而且不会太过于刚硬的感觉 所以用了一个斜角的角度 让它觉得是温和的 对 包括采用一些梧桐木的柜子 然后上下做悬空 然后我们现在看到的这道造型墙壁 层次感我做出一个凹凸分明的一个效果 然后在这道墙壁面的部分 事实上后面还隐藏了另外一个空间 就是给爸爸妈妈他们一些休憩娱乐 在唱歌或泡茶的一个休憩的环境 所以这个不只是一个造型墙壁 它其实是有实用功能的 对 然后包括我们看到我们的天花板的部分 一样继续沿用到梧桐木的一个自然纹理的一个效果 让整个空间延伸到我们的走廊 然后形成一个空间是一个串联 而不是一个说过度明显区隔的一个感觉 大部分运用了梧桐木的材质 但是跳了一面大理石 但是又带有木头温润色调的一个感觉 去来做区隔 然后刚好符合年轻人跟老人家的喜欢的感觉 那我们就往我们的客厅去看一下吧 好 一走进来这个客厅呢 只能用非常大气宽敞舒适来形容 很方正的一个空间 因为尤其要符合老人家的需求 然后又有年轻人的需求 这样子的一个二代宅 其实我觉得这样子的风格要去做搭配蛮不容易的 所以当初你有没有就是帮他们设想 怎么样能够去综合他们想要的 这么大的一个空间 当然我们就要用比较大气的一些像家具去做一个摆设 光是这L型的沙发 我们就是请它去量身定做 现场的尺寸比例 帮它算过之后 然后再去做这样一个放置 那包括我们的这个茶几 还有我们的地毯 都是我帮它做一个细算比例之后 所营造出现在这个效果 所以用这个皮革的感觉 它的质地去呈现出来 其实就有呼应这整个客厅非常大气的感觉 从一开始进来 包括这道电视墙的设计 我所采用的就是像 冻石属比较柔和感的一个元素 去做一个搭配 我们再加上旁边两个火破石的玻璃 跟玄关进来的一个大理石 做一个呼应的一个效果 其实它们的色调感觉上都有点像 可是我刚刚听到说 两侧其实是运用玻璃的材质 但是它看起来又有 大理石纹路的这样的一个质感 整道的墙壁来讲的话 它会表现出大理石的纹路 可是我又希望出产生一些 比较镜面亮面的一个效果 不会让整个墙体看起来太沉重 那那时候你怎么会想说 要把那个玄关也没有 天花板的部分 一直延伸到客厅这边来 我的一个设计手法 就是一个延续延伸空间的一个概念 所以说利用梧桐木的材质 让继续延伸到我们的一个餐厅的拉门 那边当作是一个端井的一中止点 而且我有在整个墙体的部分 有做一个等高线的一个处理 那这等高线的部分呢 是跟我们整个电视墙 是做一定的一个搭配延续 虽然常有人讲说我们如果平树小 就要懂得延伸去放大 但是其实在这个平树大的空间当中 你如何呢 在这个比例当中 去抓到一个恰到其处的一个角度切割 其实也非常的重要 对 我们的沙发背墙的部分 我们选的这块壁布 也是继续采用一个比较天然 自然的元素概念 让整个空间感继续去做一个 空间氛围的一个效应发展 其实我真的会觉得这一块壁布的质感 操行得非常好 是因为其实我们从玄关一入门 它就是我们客厅一个远处的端景 而且我觉得它整个质感 你好像用了一个很大型的画作画框 去让它强调出来 既然是大气就是束大便是美 但是呢 过度繁琐的东西我就要把它拿掉 不然就会变得太复杂了 其实在我身后你真的会忍不住 一直很想要看外面的风景 对 因为外面的景来讲的话 你看起来实际上就好像是一幅自然的画 然后你坐在这个沙发上 看到后面的景 让我心旷神移的效果就自然产生了 所以我们没有去把它做一些任何的遮蔽遮掩 反而是有引颈入室的效果 对 而且这样子其实你知道吗 坐在这里白天几乎是不用开灯的 对 因为这样的话自然光来的话 它会随着时间的氛围所产生一些阴影效果 而产生一个空间的区隔感 然后让你坐在这边的话体验出另外一种 不同层次的一个空间效应 我们的一间屋这个格局来讲 客厅不要说看起来不太小气 因为这个厂家的地方 一个客厅看外面的家里 心情就真好 什么也很开心 哇 这边相较于这个玄关和客厅 完全是截然不同的风格 对 因为我希望是营造出同样是大气效果的一个空间作用 这个应该算是古典风格了 是 那因为古典风格一般来讲都是走所谓的白底 然后线板也是白色的 那我希望跳脱用那种比较传统的思维 所以说我用的是比较柔和的额黄的微底 然后再加上白色的线条是凸出来的那种视觉效果 是 然后搭配了一盏非常气派的水晶灯 对 因为这水晶灯我希望是跟这个圆桌产生一个呼应的效果 这柔和的感觉之后又跟我们的屋房部分的一个吧台 产生一个方形一个圆形的一个呼应效果 这个就是中岛空间就是妈妈们都会很想要 对 因为平常可能两夫妻的话 只要在这个早餐大的概念在这边吃早餐就可以了 可是当今天客人多的时候呢 他可以在这边烹饪跟一个客人 产生一个相互应的一个关系 那我想到老人家以前他们那一辈在厨房空间来说 通常都会是家里面最后面最阴暗最狭长的空间 但是现在妈妈在这里做菜一定会觉得很开心 因为空间很大 然后这么宽敞的一个厨房 又能够跟家人互动 可以招待客人 餐厅和厨房 当然这个女主人的天下 厨房就是说这样 也是瘦瘦 收纳 等到像这样 顺手就好了 要吃麻油 麻油就OK了 那像我们这个设计师算不错 完全可以想象在这边用餐 其实是很幸福的一件事情 因为这边不但有很宽敞的空间 重点是爸爸最喜欢的开心农场也在这里 对 被你发现了 在做户外一些开心农场的规划的时候 就希望说餐厅在这边使用的时候 他可以看到外面的景色 产生一个自然的一个空间效应的一种呼应 而且又一样是有这个自然的光线引进来 是非常舒服的 对 在这边的休闲就是说外面有空间 不然不然不然我们再来讲问了 是这样而已 台湾的寸套寸金 那空间你说家我家大间也没办法有空间 所以说就是配料的生活 来找一个厂家的地方 有一个空间 不一样的天地 我在电视的底部用的就是黑色的大理石 那这块大理石呢 只是在这个内奥的部分来讲话 似乎有点单调点 所以说我在走廊的端景部分 一样运用到大块的大理石 让整个空间感是无限的延伸去继续下去 一直向往着田园歉意生活的屋主 在宜兰乡野间买了一块地自地自建 并找了曾经合作过的李家伟设计师 希望能够打造一间大气舒适的退休宅地 还可以让儿子一家来休闲度假使用 李家伟要如何迎合两代人的不同需求 演绎出完美的退休度假宅呢 在这个古典风格的造型墙后面 其实隐形门一推开 就是爸爸妈妈的主卧空间 同样维持非常宽敞舒适的一个主卧空间 其实这个设计师 他沿用了一个适当的角度 做一个切割的线条延伸 包括天花板的部分 他的设计也是跟客厅有互相呼应的 主卧室是休息的空间 所以其实并没有过多于复杂的设计 但是我觉得设计师很贴心的地方就是 他保留了这一片最自然最无价的景色 在我们的主卧空间里面 让爸爸妈妈在这里是觉得非常放松的 一楼的主卧室部分 爸爸妈妈还是比较希望有点 带一点西洋的一些小小的元素 可是我又不喜欢把它做出太古典的一个效果 我从他的餐厅的外墙部分 我就是把这元素先把它融入进去 那门一打开之后 我们所看到的就是一个线条分割的床头造型 这床头造型墙壁来讲的话 我们会看到隐藏门又是在里面的 在我们的床头背墙后面推进去 就是我们的更衣室空间 在这个更衣室的空间呢 我觉得它非常的俐落 非常的简单 因为是老人家的主卧空间 所以我觉得设计师很棒的地方是 他设计了一个这样子的拉杆呢 让老人家在拿取衣物的时候呢 会能够比较轻松方便 再来呢 进到我们更衣室里面 还有一个卫浴空间 一样维持着非常宽敞舒适 除了有淋浴的空间之外呢 同样贴心地做了商人的洗手台 让这个老人家呢 可以自己用一个 非常的方便哦 李家伟设计师利用多元材质 交织出内敛大气的现代宅居 将纯粹的生活表情描绘于空间中 满足了屋主对于退休宅的期待 接下来的二楼空间 设计师又会如何玩去空间 开启年轻二代的度假新领风貌呢 耶 好年轻人的空间哦 对啊 跟一楼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风格 上到二楼来 你就真的会觉得是年轻人会喜欢的风格 一般我们的电视墙 你当然你可能可以在电视墙 做一些材质的选择 颜色的跳跃 但是我觉得最让人家眼睛离不开的地方是 这个角度是很难拿捏的 你到底怎么样去切出了一个很不规则的形状 当然就是也是经过我们的经验 然后包括一些数学比例的一些计算方式 去做一个调整 呈现出一个比较有层次感的感觉 除了水平线条延伸来讲的话 我在电视的底部用的就是黑色的大理石 那这块大理石呢 如果纯粹只是在这个内奥的部分来讲的话 似乎有点单调点 对 所以说我在走廊的端景部分 一样运用到大块的大理石 让整个空间感是无限的延伸去继续下去 而且是能够在这个空间跟另外一个角落 是有互相呼应的这种感觉 没错 其实我觉得这个空间最吸引人的 应该是这个天花板 对 因为这个天花板那时候 我们在施工线的切割 包括它的一个高低层次的比例 它是还有高低层次在跳跃在走的 这个在施工上应该非常困难吧 非常困难 然后我为了更加深它的一个 高低层次的一个变化 我要把这些高低层次 再加上黑色的元素去把它加深 前面看起来是黑 灰 白 来去做搭配 是很俐落的 可是在我身后居然跳了一个 非常抢眼的法拉利红的 我希望利用到是一个开放式的书柜 然后去延伸到跟后面的书房 产生一个空间的视觉延续 所以我运用到这个穿透式的书柜的设计手法 这个书柜呢 如何让它变得更有特色 我就把它原本是梧桐木的一个框 七层黑色的 加上这种法拉利和斜面的切割 让整个空间有点加入一些 跳动的一些效果 比较活泼 那包括我们在这书房的 天花板的部分设计 我们是沿用到无头目的一个元素 我又把这种悬控的概念 把它做一个框架 让它感觉是浮在天花板的一个效果 好特别的灯 你仔细看你会觉得 好像对我们来说一般的灯具 它可能就是一个实用功能 但是我觉得家卫把它做成是一个 展示功能兼具实用功能的一个效果 对 没错 从这个书房的空间看出来 其实就是吧台空间 对 当初怎么会想要在这个空间 做一个吧台的利用 毕竟年轻人还是有希望 有自己的一些私人小空间 今天他从外面回来之后 纯粹只是喝个开水 喝点小酒 对 喝个小酒 直接不需要说再跑到楼下去 去打扰老人家 对 然后像我们这个吧台设计 用纯白色的人造石 包括我们下面的层次感 那这个吧台看起来 不是很单调的那种感觉 它是不是有跟这个墙面 做一个呼应 有 因为我是希望就是 元素的不断层的一个 继续延续下去 所以说包括我们这种墙壁面的话 一样是走水平线条 一个凹凸层次的 继续就变化下去 说真的那时候在施工上 木工应该很讨厌你 没错 因为我为了精益求精 在现场有时候甚至连0.1公分 因为0.2公分都非常地要求 施工这个屋子的一个师傅们 大概花了三个房子的精力 在做你这一间 对 不过他们也感同身受地 去融入这个空间 当他们今天完成之后 他们也非常地骄傲 二楼空间是年轻屋主的专属场域 一个人的特质形塑出风格灵魂 主卧房以白色铺陈空间简约风格 并添加木质元素呈现舒适感 在电视墙端竟做弧度呈现 让木皮延伸弧形线条 表现树木延伸异象 从窗边卧榻望眼近视绿游游的稻田 让屋主充分享受惬意的度假氛围 三楼则规划了一间如VIP的大客房 设计师在床头设计 利用绷布表现柔软舒适的质感 借由窗户开合的呈现表达完整性 也化解了风水顾虑 而电视端竟墙则利用大面的黑色柜体 融合电视柜机能 展现出空间质感 无论是退休生活或是度假休闲 在双重堆叠铺陈下 李家伟设计师都能表现出 两代屋主所期望的大气展演空间表情 让长辈及新生代共同演艺生活品味宅 这间房子从头上开始 当天建设到现在完成 整体上都是 我本身是一万一 我们家也是大大小小的 跟我们太太也是一万一 从年轻人都想起来 以后吃牢 退休 找一个床家和清静 做农夫也没关系 把床家和修宣 自宅 能够这样就复杂了 当今天两代同堂在这个空间使用 他们要相互融合 又不能相互产生一个冲突点 那这牵扯到所谓的说 我要保留到整个空间的一个低调沉稳 可是要符合到 他们该有一些机能作用的空间感受的时候 我必须采用许许多多不同的思维 去让整个空间发挥到它最大的机制 因为毕竟设计的东西就是满足客户的需求 这才是设计师最该做的一件事情 善于沟通 了解需求的李家伟设计师 以百变的设计挥洒空间灵魂 让退休展现这生命的另一个开始 想象着沉浸感受投射在生活中 让晚年生活能拥有更多可能性 跳脱传统思维 让风格扭转生活态度 设计师将吸引元素注入空间 幻人一新 定制出二代陈以双平风格特色宅居 想看更多李家伟设计师的精彩设计 请上网搜寻设计家